为了让老年的生活更好 从2017年开始 政府大力推动了长照2.0 你可能常常听到政府说长照有多好 例如长照的服务涵盖率 已经从2017年的20%成长到67% 或者是听到长照2.0的满意度高达93% 但你真的有感吗 你的家人有感吗 如果满意度这么高 为何还是有许多人深陷照顾的痛苦呢 爱因斯坦说 如果你站在不同的观察坐标 你将看到不同的观察结果 欢迎大家收看本集的观点相对论 我们将以不同的角度 剖析时期新闻 让观众看到不一样的思考观点 来说说长照的问题 目前台湾主要面临几个困境 第一 长照是保清不保重 长照2.0的服务形态 预设长照的服务是帮手的概念 家里面还会有人来协助照顾长者 所以在概念上是保清不保重 只能够协助一定的时数与部分的项目 所以一旦长辈退化到中重度的失能 就会发现帮助有限 转网来找外籍看护 第二 高度仰赖外籍看护 根据长照司的统计 到去年的一个资料 居家社区机构 这三个类型的照顾员 总计只有约9万1000多人 不过家庭看护工的人数 则为20.6万 这个比例非常的悬殊 意思就是说 台湾主要的照顾责任 是落在外籍看护身上 而不是由专业的照顾员来支撑 但外籍看护照顾的品质 参差不齐 如果失联的话 这个风险也是由雇主来负担 第三 住宿机构的床位不足 住宿机构在都会区的床数 是远远不够的 长照司有统计 截至2022年的5月底 台北市的缺床数量 高达了8500床 不过因为需求大于供给 在现有的住宿机构 品质是普遍的不佳 第四 不允许自费的项目 无法满足不同族群的需求 在现有的政策制度之下 如果有业者向现市政府来报请自费项目 结果大都不被核准 政府它是怕照顾业者为例仕途 但也反而扼杀了服务的弹性 第五是照护杯歌 如果用Google搜寻台湾 长照等等关键字 竟然已经高达了超过7000万笔的资料 而网络上更有许多求救的社群 因为其实许多人都在尚未准备好的情况之下 就多了一个照护者的新身份 根据中华民国家庭照护者总会的统计 因为不堪照护的压力 照顾杀人的案件 十年来已经接近了百件 而卫福部也推估 因为照顾失能的家人 而影响到工作的人 更是高达了230万人 总结以上 长照现在面临的困境 就是钱不够 人也不够 长照要解决的问题很多 柯文哲认为 关键就是要让长照 服务多 财源稳 制度有 他也提出了长照处方签的 三大有效药 第一有效药 住住住宿型机构 补贴增加三倍 中重度的需求者 往往有需要入住住宿型机构的需求 而相较于现行的补助预算 最高是一个月一万元 柯文哲提出 每人每月最高三万元的补助 解决长照 保清 不保重 想住 又住不起的现象 第二个有效药 是要来疼惜家庭照顾者 现金补助 在现行的政策架构之下 对于家庭照顾者的帮助程度有限 柯文哲他希望政府应该作为照顾者的后盾 直接补贴现金 另外也要大幅提高 喘息服务和关怀仿序 减低照顾者的心理压力 以及经济压力 让照顾的悲歌不再重演 第三个有效药 聘请外籍看护 也可以享有长照服务 现有的长照2.0架构之下 有四大服务 包含最重要的照顾服务 专业服务 以及其他的交通辅具 喘息相关的服务 但如果你聘请了外籍看护之后 却会被排除在照顾服务之外 能够使用的内容比较有限 以至于许多聘请外籍看护的人 他比较没有意愿 来使用长照2.0 柯文哲就希望 让有聘请外籍看护的家庭 也能够享有居家服务 日间照顾 家庭托顾等等的服务 减轻家庭负担 提高照顾品质 你可能也会思考 那钱从哪里来 如同健保劳保一般 其实经费 一直也是长照无可回避的问题 长照的困境要解决问题 就是钱不够 财源不本 相较于其他经济合作 及发展组织的国家 平均在长照预算 是达到GDP的1.7% 荷兰有3.7% 挪威3.3% 瑞士也有3.2% 但台湾的长照支出 仅仅只有GDP的0.26% 连1%都不到 柯文哲针对长照的预算 就提出了具体的主张 他已达到GDP的1% 也就是2300亿作为目标 并且要来成立这个中央的 长照保险局 让专业专门的单位来负责 以及全民纳保新就职病情 之后每3年再来依照公示 调整费率确保收入稳定 开办长照保险 可以说是从根本来解决经费的问题 因为目前台湾的长照基金 主要收入其实是来自于 遗产赠余税 淹税和房地合余税 但房地合余税 也会因为景气融窟有所变动 遗产税的收入多少更是无法预测 而长照收入直接就受到了 大环境景气的影响 也是犹如一场豪赌 虽然赖清德也提出了长照3.0 但却没有交代裁员 每一项政策都需要资源的挹注 但赖清德却只说 这个税收就已经足以因应长照了 这是真的吗 长照服务今年编列了 大概650亿元的预算 是长照2.0从2017年开办以来 最高的年度 但卫福部长薛锐委员他却说 今年的长照基金可能会出现赤字的预认 因为今年的经济情势没有前几年的乐观 这些需要长照经费的单位都想要问 请问赖清德的长照政策 钱从哪里来的 长照议题相当的庞大 也并非一周一席就可以完全的解决 选举到了候选人提出来的政见 更应该被好好的解释 不管是可行度执行率 甚至是最重要的财政纪律 预算来源都应该要公开透明 让大众和民众知道 执政党用了很多美化的数据 媒体也帮忙擦脂抹粉 让台湾很多的政策出现了明明看起来 好像哪里怪怪的 却无法发现真相的情况 不管是过去前瞻预算 进口的鸡蛋 甚至是这个前瞻的长照预算 都是很好的例子 柯文哲正式发现了 现阶段老人照顾的问题 提出方向跟方法 但竞选对手不但没有理性讨论 还拿着美化过的数据来质疑 真正需要长照的民众 恐怕不乐见这样的状况发生 更遑论到了选举 执政党过去七年不做 在这短短的一两个月 拼命地想要来表现 更让人民心生疑虑 为了选票仓促地推行 配套完整吧 相关的规定完善吗 要如何避免急救张 最后酿成补助黑洞 全民买单 或许这都还有相当大的讨论空间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讨论 也记得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也别忘了将影片分享出去 或是播放给亲朋好友 记得 改变都是从客厅当中发生 我们下次见了 顶利 顶利 你在洗什么啊 喜欢你 喜欢你 订阅我们 我是顶利 感谢您看到影片的最后 我们希望和你一起见证 台湾的未来 欢迎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 让台湾的未来 有你 有我 请不吝点赞订阅